好 来 第二位记者 我想问一下黄渤会长 对于于和韦老师上一季 做了一整季CV 并且从来没有想过挪位子这件事 您怎么看 其实针对于这个问题 我已经注意了很久 整个一季 就自己那么厚颜无耻地坐在中间 我就发自肺腑想说 我谢谢你全家 我觉得天方必须现在 必须马上模仿一下伯格快点 你快点现在就现在快点 哎呀那上啥走吧 伯格我三天没吃饭了 你想想办法 伯格我三天没吃饭了 你敢想办法 我重新认识了自己 伯格你生活当中是不是经常遇到像天方这样模仿你的 模仿我的不太好模仿 因为那个首先长相的天然屏障啊 这个就拒绝了很多人 能跨过这个屏障站在这的 真的不容易 伯格会不会在这些年轻演员身上看到自己当年年轻的时候就是演顺了 然后什么都对 然后怎么感觉都顺了的那种 对而且那股劲儿是特别重要的 其实刚才我就在我就在想哎刚才如果这个角色我演的话 我能不能演得这么好 我就仔细自己琢磨琢磨 对于何卫来 但总来 大姐一下就放松了 你跟他们太熟了是吧 是的 你跟谁最熟 我跟黄博最熟 认识有多少年了 我应该是在 二三十年左右 你说一九二三 那不是 那时候有那种演唱会 拼盘演唱会 我们是属于是 人家是盘 我们是拼的 也跟着凑合凑合去演过人 然后到最后出去再演出的时候 屡历曾跟 纳英同台演出过 还有什么别的词可以更让人 这是通知不是商量 我觉得黄博老师可以试一下 博哥试一下 黄博老师可以试一下 这是通知不是商量 这是通知不是商量 这是流泊 这是刘波 谎贵人 同样的台词可以塑造另外一个人 vu鲁老师可以塑造另外一个人 是谁肯定是山老师不然不会猜 啊是吗 我跟你说你再这么下去 嫂子迟早让你跪搓一把 黄衣服那个老师 那是那是我 我的天呐这我要能认出你了 我第二次在黄渤老师后边 是穿着也是全副武装防护服 我玩了之后护目镜也在 这个还算露得多的是吧 这算露得多的这个 我一直在黄渤老师身后演戏 前景 我是前景 黄渤老师很好 就是经常会回头看看我们 然后现在他不用回头看我 可以直接就在前面看到 对 这个就叫曾经我在你身后 今天我让你直视我 你知道吗 哎呀 谢谢老师 那你说说黄渤老师在现场啥样 就是特别快 戏特灵 戏特灵 这一定是就是 这是你能评价的吗 对啊 你还说特灵 特灵 过一会儿就得说马东主持的不错 哈哈哈哈 刚毕业就给黄渤老师上课啊 啊 说你 关键人用的这个词叫 这孩子系特灵 哈哈哈 我跟你说我听着特别高兴 差不多已经有十多年没听到过这准评价了 你知道吗 哈哈哈 老师确实确实真的是黄渤老师真的是一到那 一拿到本就是上去演就第一遍就是 我真的是很难做到这个东西 我们真的没法看到它闪光 但是说呢 你看这也印证了一个 总有机会会让你展现出来的 对的 黄毛老师 努力吧 谢谢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有没有觉得作为一个作品来说 这个点确实有点太小了 其实我们也想过 为什么要执着去做一个小点 因为其实我俩 包括去年来 其实心里就 就是想好了要走一个路 我们就做一个小点 然后一直砸这个点 让大家就是获取笑点 我的感受是 就是那个点没问题 多小都行 但是它得结实 明白 因为那种其实是所有的观众 能够瞬间不用太解释 就能感受到的 我们把它说的再明白一点 跟你们第一季的时候 给大家留下的作品的区别在哪 虽然都是小点 但是之前所有的点 都是非正常点 比如说磁场不合 两人合不到一块 比如说要慢半拍说话 这个都是常人没有的 我一下就关注到你的点了 但是这个老是觉得 这是前面开了个头 后边你要给我转折 但其实没有转折 你就一直是在这个点上 坐下去了 我觉得又一轮应该 能够给大家介绍 这个上一轮的经验 上一轮不是也是走的时候 又悲悲怯怯怯 大家也是都是这样 这次又站到了舞台上 如果说大家真的认为 这是一个自己可以从事下去的职业 或者说自己喜爱的职业 刚刚开始呢 我估计在现实生活中面临的残酷 有的时候会比这个还要 还要多 就是说尽量能够在每一场 每一个瞬间 只要你们出现在舞台 以及荧幕前的时候 好好地表现自己 然后呢 玩好自己内趴 能通过这个节目 能给观众 能给同行 能给业界内 留下好的印象 给自己把以后的路 撕开一个口子 所以我觉得这是真正有意义的事情 祝你们一路越来越好 谢谢 马力他们演了好多电影 有些千年的老桥段 比如说《灵魂互换》 身体啊什么的 那种 你演过这种片子吗 《灵魂互换》 我没演过 你今天试试 就比如说现在《灵魂互换》 《灵魂互换》 《灵魂互换》 对 那你怎么 你怎么能让人相信你是《灵魂互换》呢 我觉得 特别好 真的 这个特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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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我上次来探班的时候 跟他们学了一下做这个道具 这个鱼就是黄渤老师 我真像 这按你做的 别说脸色还是挺像的 这个就是 黄渤老师制作的 黄渤老师帮忙做的 对 你还帮忙做的 我 我 老师可以先一圈拿下来 然后再 然后反正往回贴 从这儿开始压 对对 然后我就错了 他们有点难是 其实在排练完整之前 要先把这些东西先做出来 所以说故事并没有编完 没有故事你怎么知道别人要做什么 这就难了 所以说那时间就不成了 时间就不够了 再继续玩家看 吓人 透明背心 你为什么要弄成这个样子 就是 曾经也有一个这个男团 你知道吗 里面 里面对 不是 他还自个特意这样弄出来的 人家是有心思的 花心思的 人家是有心思的 这会儿黄渤还在唱歌呢 在唱歌的时候 贴着外面的海报 对 为什么你头一张一大呢 你现在头好大啊 是吗 对 发育了嘛 后来 因为衣服起人勒的 头腿也大 不过当年很流行这个手势是吗 他也并没有 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没有 我知道了 因为跳舞嘛 当时 应该是长毛老师他当时在照镜子 说又是谁啊 吓人一跳 有条子 那是镜子 因为演艺场下来 边跳边唱 演艺场的衣服就湿得透透的 这个衣服看不出来 哦 哎呀 现在看这个实在是有点冒汗呢 哎呀 他也没有 那对